身為台地員工 遇上工作或生活上的困境 甚至需要法律諮詢時 你知道可以透過同心原地 尋求協助嗎 同心原地是什麼地方呢 讓我們來聽聽同院怎麼說 同心原地在公司裡面的角色 其實是希望可以藉由關懷同仁 然後讓同仁他可以在公司裡面 安心的工作的一個制度 那我們希望這些新進人員 進來公司以後 他不管在工作或生活上 可以受到有一些資深前輩 他的一些照顧 然後或者是說 你生活上面有一些疑難雜症 或是工作上面有什麼不懂 雖然說他不一定可以幫你解決問題 但是他可以幫你找到 幫你解決問題的認證 其實我在去年 那時候開車載我家人出去 結果被對象的車 它超過房間撞到 所以車禍的事情讓我很擔心 但是公司同事告訴我 然後有這個八小時的諮商服務 所以我趕快去申請了法律的諮商 後來也幫助很大 然後讓我很心安 同心原地已經創設二十多年了 目前各單位 共有79個同心原地 約六百多位園丁 從關懷出發 真誠陪伴台電同仁 面對每一道神秘的課題 嗨 大家好 我是去年同心原地的園長 去年辦了一些像 開店好聲音的歌唱禮儀 還有愛的單包飯 新南大主廚的PK賽 還有跟營建系統合辦 到底蠻醋鼻的一些 創意趣味活動賽 透過一些討論跟參與 然後希望他們可以達到一些 處內之間的同仁 還有跨處的同仁 甚至是跨系統同仁之間的交流 協助員工之餘 同心原地舉辦許多活動 期望促進同仁間的情感交流 打破職場未接分際 激盪出不同的火花 就這個活動其實就是 讓我說在就是 平常的工作之餘的 可能可以多跟人家接觸 那也可以有展現 自己猜疑的一個方面 收穫不管是在人際關係 或者是說你在生活 跟那個工作上取得一個平衡 我覺得都是蠻有幫助 所以其實新進同仁 其實多參與這些活動 就是好的 歡迎所有新進人員 參與同心原地 感受台電一家的 關懷分享文化 更快融入這個溫暖的大家庭 台電公司綜合報導 無跨 現場